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這個可以化簡成A加B 其中A是整數的部分 B是小數的部分 大1等於0小1 如果2-B可以等於這樣子的話 那K應該都什麼 首先我們看看能不能把這個根號拆開 這個4等於多少呢? 4乘2 2拿進去的話是4 4-520 20等於多少? 等於4乘5 4乘5是20 4加5剛好是9 所以這個可以因式分解成這樣 就是 根號5的平方 加2的平方 減掉2乘以根號5 再乘以2 就A平方加B平方減掉2AB 所以裡面這個等於多少呢? 這是根號5 -2的平方 然後給它開根號 就等於根號5-2 也就是說 這個是等於多少呢? 根號5-2 但是2點多 2點多-2的話 就0點多 所以A就等於0 B呢? B的話呢? 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根號5-2 好B等於根號5-2的話 那2-b等於多少? 2-b就是2-這個 2-4-4-5 四節跟號5等於他,所以我現在給他平方,我兩分一平方 這平方是16加5,減掉21b,8根號5 這等於21加k根號5 這是21啦,這個就沒有了 所以k根號5就等於-8根號5,也就是k等多少? 等於-8啦 所以這句答案應該要選2